我有玩过纸飞机吗? 我有玩过纸飞机 那很会飞吗? 超纸飞机 你要跟我比赛吗? 小朋友同言同语地问台北市长蒋万安 有没有玩过纸飞机 引起现场欢笑声 为了营造友善学习环境 身为三宝爸的蒋万安宣布 今年8月起 北市府将推动私幼教育辅助差额补助方案 补助家中有就读私立幼儿园 两岁到四岁幼儿的家庭 希望减轻家长负担 也就是对于我们两到四岁 还有父母一方设计在台北市 然后所得在20%以下 我们就会给予一年最高私立幼儿园的补助 一学期是两万六 一年就会有五万二 所以叫五二零宝贝我爱你 那最重要就是希望能够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 营造一个更友善的幼儿学习环境 台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进一步说明 申请补助条件及补助金额 将分三个等级 最高每一学期补助两万六千元 一学年补助五万两千元 如果一个预会员收费是七二七六以下的话 他就会也月收费减五千元 然后再乘以教保服务月 那第二级就是七二七七到一一二七六 那这个等级呢 就一例都是补助一三六六零 那第三个等级的收费呢 更高的就是一一二七七以上的话 从月收费这个额度减五千 再减四千乘以教保服务月 就是他可以领的钱 但是如果他的这个领的钱呢 超过两万六的话 那他就会最多只能补助到两万六 在小朋友教导下 蒋湾与教育局长汤志明 也在校园户外实际体验设见乐趣 为了让小朋友从学中玩玩中学 台北市政府也将成立幼儿Steam创施中心 希望透过课程设计与教材使用 让年纪较小的学童 在游戏中慢慢训练思考 为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Steam就是包括科学科技 还有艺术工程数学 这几项 其实不要讲说这些很深 其实现在很多的课程设计教材的使用 其实是可以很适合这些年轻非常小的小小孩子 让他们在游戏当中慢慢的训练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向 慢慢的学习奠定好的基础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培养更具竞争力的人才 教育局长汤志明表示 Steam教育精神就在鼓励学生动手做 在过程中通过跨领域探究学习 幼儿Steam创施中心将设立在新生国小 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竣工落成 目标希望每年可以培训30名总指教师 必须要有一个中心来做这个案子推动 课程研发还有做私培 让老师们可以到这边来学习 完了又可以带回去 甚至有一些教育教育 他也可以从这边来借然后再带回去 他们也可以把小朋友带来这边来 做一些探索了解 这是我们中心成立的过程 我们希望能够在明年度 能够开始能够每一年培训 大概30名的总指教教师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研所希望这个基地研所 也能够达到20个元 另外针对日前新北市幼儿园 喂药事件引发家长恐慌 讲完重申 台北市第一时间已经针对 辖区幼儿园进行清查 目前并没有发现不当用药的情况 为了让家长放心 台北市开放联合医院 五个院区进行公费抽携检验 未来也会和钥匙公会合作 办理用药安全研习 希望建立原方与家长间的互信 台北市政府第一时间 我们也对于所侠管 所有的幼儿园进行了全面的清查 并没有发现有不当用药的情形 但是为了降低爸爸妈妈的担忧 我们也开放联衣五个院区 让有需要 有疑虑的把妈妈 能够免费抽血 进行检验 同时我们也跟民间包括台北市 要是公会合作 我们会提出用药安全的研习 我想等等这些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建立 包括校方 包括园区 包括家长之间的互信 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 角婉安也再次感谢台北市 所有幼儿园教保服务人员的付出 让孩子们能健康快乐长大 台北市政府会做 所有教保人员最坚强的后盾 也希望打造友善育儿环境 让家长安心 因为我自己三个孩子 也都是靠教保人员协助帮忙照顾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的辛劳 我想真的是给予最大的肯定 也因为我们教保人员的爱心 细心还有耐心 才能让我们孩子们 能够在一个安全 而且舒适的环境能够学习 我想这一点今天来就是表达 我们对于教保人员最温暖的力量 最大的支持 所以我们绝对做所有 教保人员最坚强的后盾 据了解台北市市立额元素超过500件 北市府期盼 透过私幼学费补助减轻家长负担 让年轻夫妻愿意生育儿女 因应能口逐渐下滑的国安问题 记者欧俞军张启腾台北采访报道